持續來關注昨天的最新訊息 台北捷運殺人案 那麼死者頭妻 休閒正傑的父母 首度現身 捷運殺人案事發第七天 正傑父親與正傑母親 各捧著一束白色菊花 出現在江子翠捷運站的法會 在遠景見戶下 話還沒說 先下跪磕頭 面對連日來的壓力 再也承受不住 我們是正傑的父母 今天是頭七 願意讓我們無法 到受難者的家屬一一上香 因為確實我們 是普通的老百姓 我們不知道有什麼管道 去了解 讓我們之後慢慢 有機會 那連日的煎熬 我們真的不知所措 對於正傑這次分享的 討天大罪 我們再次對受難 還有受傷者深深的貴欠 正傑父親看著道歉稿竹子念出 期間速度哽咽到跪地痛哭 母親則在旁一度身體不適 腿軟 需要靠遠景攢伏 兩人跪拜超過20次 有民眾選擇不原諒 出聲怒罵 再下來啊 雖然是我們的孩子 他在心為罪大二級 造成死難者家屬 他們無好承受的傷痛 也讓我們這個傷害他的父親 父親同心幾首萬念幾位 同樣唱到駕破了國人的哭過 這次檢察官應該會判他死刑 我想雖然他是我的孩子 但是他是他應該去面對的 會有如此 才能拼敷受難者的身痛 及家屬的萬分之一 我真的很痛 但是我還是必須想 法官能夠訴訟註訣 來告慰受傷及受難者的家屬 我再次跪拜 過不去心裡的結 鎮結雙親跪求大眾原諒 但死者換不回的生命 誰來撫慰受難家屬 永遠的傷痛 記者吳品怡 徐趙薇 王善偉 新北市報導